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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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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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看不去我是吧 這個吼聲是什麼回事 前面是在吵架嗎 麻吉 喔 學到招式了嗎 哪個白癡會拿這種大刀子去打架 沒有像匕首或是 噴子之類的 比較正常一點的武器嗎 你不明白自己手上的青龍刀有多好嗎 所以我才不想賣你啊 你說什麼啊 做黑市的還敢看不起人 你做生意的不就是 客人想買什麼就賣什麼嗎 看來是在交易武器呢 可撞上麻煩事了呀 我只跟自己認可的人交易 你是不是不夠 你是不是夠資格用我武器的人 蛤 你是 不是 蛤 你是不是夠資格用我武器的人 要先過我這關才行 過你這關 什麼意思啊 現在我要跟你較量一下 能讓我屈服 你就及格了 什麼及格啊 了不起嗎 那就照你說的來一場 用這把刀你沒一件吧 當然 這比試 就是要看你怎麼用武器啊 哼 倒是少了一隻手要後悔也來不及啦 去死吧 他拿那個 洞野 洞那個什麼洞野虎 洞洞庭虎那個 銀魂那個阿銀的武器 索隆 這音樂有港片的氣息 好帥喔 哇全雷打 學到了喔 這種一看就會的 就學到招式的時候天才阿 橫角色 不用付學費 賺爛 再拿他跟我們練一次吧 打一次 什麼 這用棒子的動作 也不是正宗的武術 可是卻完全封住了對手揮舞的刀子 可惡 不及格 給我用這種垃圾刀子講什麼鬼話 你手上的棒子不是更好的武器嗎 這只是隨處可見的尋常棍子而已 反而是你手上的刀子才是我特別打造出來的利刃啊 哇這很像那個什麼 東黎劍遊記 那個主角用那個劍氣 就他自身那個武功太高強 都有那個放氣息進去 然後隨便撿個木棍都超猛 你 你說什麼 果然你 你果然是用不好 麻煩不要再來店裡了 誰誰會來這種店啊 這是我是聽說有個手藝厲害的武器販子才特地過來的 要騙錢也要有個限度吧 不是拿武器就要會變強 你這個 想法有什麼問題 就跟用了外掛人就覺得這樣很厲害 不好 不小心看傻了我可不想跟 武器買賣這種麻煩事扯上 車還沒被看到快走吧 小哥你有 你有想要買武器的意願嗎 瞬移嗎 又是你 又真倒真巧呢 傻眼 阿伯啊 別嚇人啊 剛好我正在找可以跟老弟你好好較量一下的地方 這樣啊 那樣的公園已經有人在用了 過去好像不太妙 那個男的叫做飛虎 做的是武器販子的生意 他可是用武器打鬥的佼佼者 你認識嗎阿伯 你認識那男的嗎 我跟他 加護死掉的老爸是老相識 我會來蒼天絕目的之一就是來看看他的 恩 都來了 我來介紹飛虎給你吧 喂別給我多次阿 別這樣死腦筋 不管對老弟你還是對飛虎來說 這可不是什麼壞事喔 什麼意思 而且 這樣偷偷摸摸也是沒意義的 飛虎好像老早就發現到老弟你的樣子囉 恩 迷目先生我信不過這個男的 感覺他有股危險的氣息 危險男人好像 老弟你也這樣死腦筋啊 來啊 快來給這個男的考驗考驗一下 依我的鑑定 這男的是及格的喔 並他 把你脖子扭斷三次 開玩笑 我哪有 必要接受什麼考驗 我又不是 跟這個男的有做買賣 真的老弟 看了剛才他們兩個的打鬥喔 你心裡應該有浮現了什麼想法吧 你怎麼知道 我說中了吧 老弟你果然是很有打鬥的才能啊 才沒有這種事 只是突然想到了 想到了件無聊的事 就是那個 耍中二啦 自己在腦內模擬 不過要是你那無聊的突然想法 傳達給這個武器專家飛虎呢 那肯定會是個不得了的突發奇想 要讓這個靈機實現 還是放棄就看老弟你了 如何 應該想要試試看了吧 今天一波三折 已經累的半死 我會快點結束掉了 快吃飯 廢復老弟也可以吧 現在你這麼堅持 那好吧 這就對了 來 老弟你要用什麼 對手是武器販子 一定應有盡有吧 我 就用丟在那邊的球棒了 你也這麼隨便嗎 你是 伯樂嗎 試到一匹黑馬 用球棒 好棒 我還想他們為這個做一個特別動畫 怎麼有的可愛小柴犬 不要吵到他睡覺 呵呵呵 看來這可是一場有趣的對決呢 那事不宜遲 開始吧 又有路人在看 柴犬好可愛 哇喔 切 變換至強打者風格 然後我就自動放球棒 體會 球棒固若金燙的防禦力吧 我 這隻武器放我屁股裡了 然後是無限攻擊 為什麼有無限攻擊 好猛喔 我想要Killu醬油這一招啊 善用強打者風格打倒飛虎 通過他的考驗嘛 人家有年紀了 不能這樣子 什麼天才打架方式啊 這樣你就學到了 真倒也打太帥了吧 當雙結棍用 柴犬屁股才撇呀 既然能把球棒當作武器運用自如 你這還真是有趣呢 我只是想起了有在打架使用過而已 感覺是揮得比以前更好的就是 哇你看別人 拿武器打然後突然很會用球棒 我也嚇了一跳啊 就算是老弟尼 要臨時拿個武器對上飛虎 我想說會遇到困難但是我 看來我是白擔心的 那 你叫做飛虎嗎 我球棒揮得怎麼樣而已 可以去參加大聯盟了 當然是及格了 我正希望由您這樣的人 到我的店裡觀光顧客 你的店是賣武器的事嗎 雖然你這麼說 但我看過打鬥也知道 我對一般的武器是沒興趣的 這反而正好 我並不是尋常那種 亂賣武器的 賣家而已 怎麼說 你都會有空嗎 我的店就在附近 我帶你過去 到時候我再為你詳細說明 真倒怎麼不想一下 為什麼我只是出來找個那個名牌 那個烘牌第一名 那個 酒店小姐就變成這樣 就一大堆 一大堆薄樂看到我 在猛的 這也就是我們的店 龍虎飯店 表面上是跟我太太兩個人經營的中式飯館 這種飯館然後背後都超萌 武功無將大老闆 大大老 那他是那個什麼 非法軍火庫 這位是我太太龍花 你太太長 很美麗呢 有新的客人來了呀 請多多關照喔 恩所以 你說你不是尋常的武器販子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些店經手的主要是我們自己全心全意 鍛造而成的各種武器 也就是定製的武器 假屌嗎 啊沒有 原來如此 所以你並不是武器商人 而是武器師傅就對了 正是如此 那麼事不宜遲 就來介紹本店的武器製作方法吧 喔喔喔喔 我要一直扁人 特派員 好 對 找特派員去拿稀有的材料是嗎 可真是加別出新材的店 與世界各地的武器商人建立通倡的管道就是我們的目的 依據特派員的工作 就算深入叢林也 也在所不喜 進叢林尋寶好像還挺有意思的 從這類有 有過古代文明的地方也可能會出現風格華美的武器 這類武器也是我想要經手的 還有 在接受了某種程度的投資後我將教導武器的用法當作回禮 喔 所以說剛剛才在和我對打的時候還沒拿出真正的實力是嗎 因為剛才宗教是考驗而已 沒把你打死 可真是掉人胃口 啊 對啊 讓我想起來我肚子正餓的 哇免費的 請我吃飯嗎 這表面是中式飯館不是嗎 來個什麼給我吃吃吧 哎呀原來你是那方面的客人是嗎 那我馬上去準備豐盛的餐點給你享用 請你吃老弟 耶 看來真倒不是那種 只想吃豪華餐廳的人 也是一個沒物慾的人嗎 真倒老弟 我有件事想拜託你 啥 這麼突然 那間店 的事不要洩漏出去 這我想是不用多說了 你可要留意那兩個人的動靜 啊 那對夫妻有什麼問題嗎 我現在還不能說明 但那間店往後可能會惹惑上身遇上不得了的對手 哈 預言家嗎 什麼意思 現在是還不用擔心啦 總之你想到去那家店買個武器不然就 千萬請他們 探索吧 我知道了 我要去野外修煉了 老弟你要好好精進自己啊 啊 這句話竟然出了出來這麼隨便 那我要去野外修煉 野外修幹 我要拜上wapens 喂飛虎 根本沒有蛋嘛 你不是去買東西了嗎 啊 不好意思 圖章因為武器方面的客人在刁難所以 喔 再忙嗎 下次再來好了 啊 曾導先生 歡迎 不好意思 糗色讓你看到 搞不好老婆比較強 曾導先生 歡迎啊 先等等 飛虎 蛋的事情還沒講完呢 蛋到了林鎮的商店街買最便宜唷 說什麼也沒用了吧 知道了 去就是了 啊 要去了林鎮的話 就順便去探索曾導先生的武器吧 我沒做過特派員的工作 飛虎是探索我武器的特派員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就之前提過的找武器保護的工作啊 快快找到武器 來狠狠的賺走曾導先生的錢吧 啊 原來我是搖錢樹了 被利用 喔 這工作有這麼好賺嗎 之前只是隨便停停而已 所以實際上是什麼樣的情況 曾導先生就是這種工作啦 喔 WTF 環遊世界 太累了吧 怎麼 世界各地都可以收集 喔 我是那個指派 喔 是這樣子喔 追加預算 加越多錢他完成越快啊 那我給一堆他不是用飛的 這是用那個吧限時時間嘛 那我那我一起玩也可以 就有一兩個啦 給你錢啦當小費 這樣就算完成探索委託了 下次就要自己決定要去 派遣出和特派員吧 也別忘了追加預算 如果給特派員追加預算 找到武器和材料的機率就會提高 而且也會縮短探索的時間 沒有壞處喔 提高酬勞的特派員 你會比較賣力就對了 也是應該的吧 那飛舞就拜託你啦 敬你而為 回來是我會 我會打真導先生的BB code 到時請來收取探索成果 成果 融化 我不在可要 我不在的時候可要關好門窗喔 這就要出發了 已經派遣特派員 好然後他會 扣BB code給我 OK 那這家店就要休業中了吧 呵 沒有那融花 顧 顧店 好 繼續結任務 這家店好有趣喔 那夫妻好有趣喔 這遊戲好有趣喔 啊啊 著急的男子 啊這邊你會這樣解答 原來如此 不過那邊就不是那樣囉 唉唷看不懂啦 這兩個怎麼了 好像在地面前吵架 哼 事不宜辭 先不管他們吧 小女生一個人在那邊做什麼 迷路了嗎 那下一集是不是要拼支線一下 哼哼 嗨 討價還價嘛 黑色混蛋們 好好無限 無限制球棒 unimity unimity blake work 死了 如果他可以他可以拿劍吧 這個武器是可以換 鑽 dunimity 鑽爛鑽爛 謝謝 我這有藏東西 喔好可愛喔 可愛呢 衝衝衝 找主線 只要看 看 看那個劇情動畫 我會輕鬆的地方就在於 我不用講話 ㄟ 請問你有合那個 高級盤子嗎 這是有1000萬的 打起來怎麼比銅聲還方便 很廣 那範圍 強身飲料 乾脆不要給 現在是回家了嗎 馬島 是誰 打了要麻 哈 怎麼這樣啊 不是談好了嗎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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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你們屁事啊 你們就在那邊 站著賺錢就好了 在那邊威脅就好了 這個根本就你們分外的事 欠揍是不是 還是你們 一直在騷擾 第一紅牌啊 而而難 打一打就好了 被你看到那部動畫 被你看到那部動畫 錢就是這樣賺的啊 難怪你們只能當混混 百二是通用しても 俺らに土下座通用線で ま 試しにやってみてもええけどな 哈哈哈哈哈哈 不過也還好啊 你不是我們的客人 客様は神様 但你們是 大便 客人なら土下座でもするし 靴でも舌めたるわ せやげどら 客人やないなら 話は別 客人やすい まして ケンカ売りに来た チンピュラなんぞに 俺が優しいと思うな 你好帥喔 他們很少看到真倒打架吧 偷 他突然掏出大家伙 我可沒聽說真倒他會這一招呢 情報不足 他突然掏出 我也會啊 疊劣啊 奧奧奧奧 我起來你就慘了 再給我一次機會起來 全雷打 全雷打 打你的 金箔 插鼻孔之術 好鵝啊 我要洗手 這 好強 好強喔 沒事的話這樣講 太 強すぎる 強了吧 なんなんやお前は 會對客人下跪的人 你花錢 我就可以對你們下跪 你出店裡我就要揍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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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內你要我怎樣都可以 店外我可以把你打得不成人形 啊真倒住這裡了 嗯 BB扣翔 龍虎飯店 武具 是嗎 找到東西去龍虎飯店看完去 大家伺服回來 不知道有沒有好東西 找龍虎飯店看 呵呵 完全不想讓我回家 嗨嗨嗨辛苦啦 探索武具有成果了 結果 哇我還拍照 哇 雙子交涉 人物 體現 龍虎飯店 大成功 獲得武具 匕首 匕首 哇喔 還拍照加修圖耶 有武器配方還有材料有 對舊飛虎來說已經算做得很好 那不是我的本行 下次會再請跟我們有特別關心的特派員 出去探索 今天還慢慢增加特派的人 順利的話會更 增強武器的那個消息啊 特派員應該是要找的吧 因為是貴重的強力武器越難得到 既然是貴重物品 那就算有錢大概也不會輕易就交出來 這類貴重的武具 將會以再有 武器製作方法的 配方形式帶回來就可以依照 該配方製作武具 依照配方製作時 會需要材料啊 我有多的材料可以給你喔 這可是踏跳樓大放送 收下千塊 千塊隨便刷都有吧 收下優質鐵 好 這應該有材料店有特地賣這些吧 好多喔 你放這些材料比你們食材還多了吧 太多了吧 有的材料在一般店家也有賣喔真的 不妨多去招福挺一代的店家裡招商 話說在前頭用材料製作武具也會要花錢 畢竟我每次要生活的嘛 另外 有拿到過的武具就可以 購買和製作光子 只有前面說的配方是得不到武器的 還請注意喔 原來如此 就是要收集材料和配方讓製作強硬的武器 就對了吧 挺有意思的我得好好努力賺取資金 說到這個飛虎 我托你買的蛋買了嗎 抱歉我只有監獄 我拼命的找武器具又忘掉了 對不起 啊真的喔先生要正式開始探索武器就 必須做好準備可以稍等一下 喔我知道了 我去打發一點時間啊等一下過來啊 所以我還沒有拿到 應該拿到了吧 飛虎和龍花以後可能還要再打擾他們兩個下次再來看嘛 怎麼感覺他們之後會有什麼 大危機然後幫他們解決 然後 就有好事 之後都大折扣之類的 划線 強打折 你按歪之後硬直太久了 就你按那個重擊的時候硬直很久了 好 之後一定會有特別刷錢的方法 我覺得現在不用特意只打小混混賺錢 喔對還可以點技能 我忘記了 回家回家 不會再有BB Call了吧 YEAH 動畫 等一下裡面都是血 被搗亂了嗎 沒有沒事 喔他把我床鋪鋪好了 哇這就是那個 要給別人最好自己都隨便那種類型的人 這種時期找樂者只能走出去啊 然後回來就直接睡覺 那時候 沒有忘 網路不發的 喔對面是怎樣 好帥 那什麼鷹沉害客男 怎麼有點樣子啊 我被注意到了嗎 他們怎麼戴 他們是有戴耳機嗎 好炫 為了看我然後找各式工作然後經過就為了看一下我 該不會 被盯很久了 好帥 這個街是牢獄 我會被盯到外面 會不會 兄弟 喔 那些都是那個吧 就他們主然後整個都派發出去然後做事嗎 整個左川主 第四章機到的證明 三年前的紳士亭 喔 喔 喔 亞島大河 不是 那種叫什麼島 我忘了 這是世代的劇情 我記得世代 喔我PSS還玩過 日文的 有看沒有懂 1兆6發 撃到1兆6發 36發 36發 相手是上的芳士亥和 在那裡的聖話界人員 真早是很少睡覺 柴犬老哥 自來也 上的芳士亥的襲撃 馬嶋 走開 怎麼會這樣 你跟蔡島 今天 出所直後的上的芳士亥 都內的拉麵屋 襲 那是這樣的計劃 其實那個計劃 有點問題 我記得是被算計了 不是 我記得是被算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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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島組長 也士馬之頭 這裡叫我負海謀 距離 兄弟們都在已前 無明 那我 怎麽サネ 馬... 馬島さん 你為了兄弟們大了就是我 你為了自己殺死嗎 啊! 倒閉!倒閉! 我去... 例如有任何裏面都會有任何裏面 我以為... 蔡島是只有一個兄弟 馬島... 但那你身體也... 糟糕!無關! 我沒有任何裏面 我早就把他扔了 同類人...同生意嗎? 那也沒有任何裏面 啊...全力出職 喔...這幕很酷 痛爛 啊...這是創傷了吧? 回憶 我... 兄弟... 蔡島是怎麼回事 嗯... 教訓一下 親父 被陷害了 嗯...你猜...啊... 蛤... 安心せ 別に殺しはせん せやけど ここにぶち込まれた奴はみんな こうしてくれってないでたのむわ なんでやろな 那他人過痛苦 他直接烫眼睛 應該沒有 壞男人 這時候需要一個女人來照顧了吧 嚇得一聲冷汗 點點點 又沒睡好啊 得去工作了 現在我能做的也只有這件事了 現在是他唯一的目標了 工作 讓他真正活著的感覺 所以他才 會對客人下跪都沒關係 已經不管面子了 皮皮扣響了 龍虎飯店 龍虎飯店一早 好這集應該是最短的一集了吧 我要去記錄了 因為我知道等一下一定會有那個劇情動畫 然後有人來我們那家店來找茶對不對 然後就準備要那個 看個 兩個小時的動畫 好這集先很短的到這裡吧 這邊吧 下一集應該 支線魂主線 還是直接整串支線 啊算 支線魂主線好了 Holy shit好難決定喔 因為我怕被支線牽的鼻子走 我會一而再再而三的思考 再見 再見